月灵龙获得了东黄剑 从他兴奋的表情上来看 他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上古神武 啊 真得旷式神器 李天敏如此神兵 你这废物不配拥有 现在这宝物属于我月灵龙 少女双手持剑 一步步走到李天敏身前 宛若馈子手 而李天敏半跪在地 像是个即将被处刑的罪人 背后火辣辣的剧痛和胸前的剑伤 让他快不行了 后背处食道找痕 最深的地方已经伤到了脊椎 哎 东黄剑最终还是没认可我 但他不会怪罪东黄剑 一切只能说明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付出了代价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 半身兽之在那边 鸡哥一直在忽着喵喵 二者配合间 并不落于那两头五戒圣兽 焚天猪龙 可他姓名未已 这时候手头只剩下黑明龙剑 却还要面对拿了东黄剑的月灵龙 还有那粗暴的焚天猪龙 月灵龙手握神兵 目光烧灼朝着他走来 真的太可惜了 我还以为总算能碰到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天命小子 太让我失望 不只是实力 还有你的浅薄幼稚的三观 这世界上 只有我月灵龙这种人 才配拥有神器 碾压苍生 君灵天下 只有真正的帝皇 才配用此剑 你的先祖李神骁 是我敬佩之人 他同意东黄剑 让李神圣族兴生万年 只可惜 你们这些后辈子孙 都是些怯懦之辈 满口仁义道德 实则不堪一击 如今我执掌此剑 未来总有一日开拓出新的东黄剑 他壮肉风魔 但说实话 月灵龙的颜值很高 所以哪怕再争獰嘎乱笑 也都很好看 可李天命的僵死之人 怪在地上只是说了一句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月灵龙 好 少女一条眉毛 你想问什么 我问你 这东黄剑重不重 这个问题让月灵龙眼睛一瞇 你无能 无法被东黄剑认可 就妄想我也不能 李天命 你别在我面前太自负 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清楚 我是有帝皇之命的人 就算东黄剑也要在我手中沉浮 说吧 他凌然无惧 和那凡天猪龙再次一起杀向李天命 名人都看得出来 李天命现在被重创奄奄奄一息 而月灵龙呢 拿到了东黄剑 无论从兽缘 肉身 还是兵器 都是绝境 李天命已难逃死亡 这时 他就算再如何逆天 都是无用 月灵龙杀人的时候 不会有片刻犹豫 少女高举神器 祥云翻腾 李天命 你曾说过 要来圣天府砍下我的脑袋 而今日 你会成为我拿到东黄剑后 展现的第一个头颅 现在 我来教教你 怎么用这东黄剑 字幕志愿者 李天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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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霎时间喷出一口鲜血 直接洒在冬黄剑上 他大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月灵龙 龙天子怒火中烧 死到临头 溃败龙丧下之犬 你有何资格在我面前笑 李天命 这切诺残妃之人 能死在冬黄剑下 已是荣幸 他拥有了全部力量 摩天壁和冬黄剑的碰撞火星 越来越多 李天命躺在地上 背后的伤口 贴着冰冷的泥土 鲜血如柱 可他却笑了 月灵龙想不通 你到底在笑什么 李天命一手握住冬黄剑 死亡并不好笑 可月灵龙 你用不了冬黄剑 却和我一样强生的样子 才好笑呢 以你的实力 要是用双剑 早就把我宰了 胡说 我配不出这把剑 不可能 若我配不上 你这废物更配不上 可李天命就用实际行动 告诉了他 说话的时候 用摩天壁的五指 彻底捏住剑尖 令人牙算的骨头崩裂声响起 他竟以自身的力量 慢慢地将他神器 从胸口推开 这一刻 眼睛如同两座血海 那磅礴的一致 使得冬黄剑 烧到了月灵龙身上 竟就这么支撑着 硬生生站起身来 几乎是顶着月灵龙 将其逼退 月灵龙想刺都刺不进去 想拔也拔不出来 所有人都没看到的是 李天命身上的血 在这个时候 一点一滴汇集在冬黄剑上 那不只是他的血 还有昆盆金破中 李氏圣族千秋万代 不死不灭的一天之血 月灵龙惊呆了 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按理说 李天命的身体状态 这时候应该已经死了才对 不对 他身上的白光 是什么 没错 从他身上发出的耀眼白光 这是胎塔的疗伤光芒 这一刻 半身空间的胎塔 正在剧烈震动 无尽白光涌现 在李天命身上游走 而后融会 修复削弱伤口 李天命咳出一颗淤血 月灵龙 你我皆是凡人 纵视心比天高 但也不必自认为能碾压一切 征服一切 东黄剑 是我族之魂 你征服不了 圣天府征服不了 因为我们永远不死 一代人没落 百代人沉沦 但只要阴魂和底蕴在 总有一日能够卷土重来 千秋万代 永不独行 这一刻 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的血液中 万年时间的仙祖也全部都在 他们的意志 都活在那昆蓬金破之中 这句话 犹如一柄重锤砸在月灵龙脑袋 整个世界都在轰鸣 不 不可能 可就是这片刻的心神失守 让手上的力量忽然落上不少 是李天命的意志赢了 就这一瞬间 他伸手一拔 东黄剑落到了他的手上 而后 剑锋仿佛收到了某种召唤 自行漂浮空中 月灵龙就这么眼睁睁看着 这把上滚神奇离自己而去 在血脉力量的欠一下 回到了李天命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